轻能是一种高热量 零污染 储量丰富的能源 也是人类发展的理想能源 然而由于技术难以突破 几十年的时间也没有达到主流使用的水平 如今随着全球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 轻能源再次成为了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宠儿 11月14号 在日本超级耐力赛钢山站上 丰田汽车掌门人丰田张南 驾驶着轻动力卡罗拉 与马自达常务董事前田玉南 上演了一场赛车大战 在这场耗时三小时的比赛中 这辆由轻能源驱动的卡罗拉 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不仅是丰田 对轻能源赛车感兴趣的 还有轮胎巨头米其林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米其林就推出了一款极具未来感的氢燃料电池赛车 如今越来越多的车企都开始在轻能源路线上发力 现代汽车 奇亚汽车 上汽集团 通用汽车 都推出了新一代氢燃料电池车 实际上整个的这个潮流还是世界是趋同的 都是为了低碳 不仅仅是在汽车领域 氢燃料电池技术在其他领域也应用广泛 在韩国 氢燃料电池无人机 续航时间是普通电池的四倍以上 在日本川崎市的这家酒店内 氢燃料电池不仅可以照明 加热大型公共浴室 还可以种植蔬菜 为消费者提供美味可口的食物 这是我们的氢燃料电池 在我们的酒店里 氢燃料电池是通过地下的钢 进入氢燃料电池 产生电池和氢气 目前 全球氢燃料电池领域内的 专利申请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全球共有3.9万余件 氢燃料电池相关的专利申请 中国和美国分别有1.1万余件 和1.4万余件 位列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前两名 这将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竞赛 氢燃料电池内污染 化电效率高 相关技术也正在逐步走向持续 未来将会成为重要的 分布式发电方式和交通动力方式 下面的竞赛